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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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萨镇兵所说的战事危急 一点也不夸张 日军十八守军舰轮番进攻日到 萨镇兵带士兵三十人奋力抵抗 时刻有生命危险 夫人此刻太盈 只能增加更多危险 经过十天拼死抵抗 萨镇兵打退日军六次进攻 击毙数人 但最终还是实力 不计 丁鲁昌应期退回刘宫岛 二月十一日夜 危海未沦陷 丁鲁昌绝望中自爆军舰定远号 然后引到自己 壮丽炫国 甲午九个月海战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1895年甲午海战中沉没的清剑 二 我的金镯子戴在我的军舰上 1905年7月 萨镇兵奉命总领 南北洋海军并肩并肩广东水师提督 此时的他 父母已逝 妻子不久也因兵去世 自己孤身一人一见未家 终身不娶 对一个数位国家领海的将士来说 兵武纪弱 国之江破 何以言家 在海盈号军舰上 这个舰长与士兵同工作 共干活 他说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把舰队当自己的家 把士兵当作自己的兄弟 作为德高望重的海军高官 他来往海岸和军舰 本可差人专船接送 天经地义啊 但他不 为把船舰士兵当兄弟 他来往工干都是孤帆一人摇鲁滑甲 从不带仆人 一日 他在舰上午休 一个仆 通士兵怕他着凉 悄悄给他盖上一条沾毯 这令萨镇兵非常感动 他将女儿下架给正名士兵 一个海军高官 本可给孩子荣华富贵 求一成龙快婿 但他就这样把孩子 给了一个下等的士兵 这还不说 别人女儿出嫁都是零罗绸缎 穿金带银 珠光宝器的 但他的女儿出嫁时 人们看到的却是精彩不群 剑者无不叹息 兵心的父亲谢宝章 曾随他在此舰上坐骑帮带 他对谢说 人家做管带舰长 都打金镯子送太太带 我的金镯子带在我的军舰上 以舰为妻 以波为家 以兵为亲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海军将领 五十岁的广东水师提督萨振兵 同舟共练 三 同事相残 集圣也不足以为荣以萨佬的品德 学识和资历 若逢盛世 立伟公建贸业 定不在话下 但他所处的是衰敌的乱世 虽为朝廷古功 却也无力回天 1911年辛亥革命终结了晚清 左 为清廷老臣 他眼抗各地革命军纷纷起义 历史车轮滚滚 以时不可挡 他留下一句同事相残 集圣也不足以为荣 便报并回乡 之后的民国风云变幻 无论谁当权 都把这位中国第一代水师当作元老级人物 奉为海军掌门 军阀混战中 萨佬再次辞去政务 海内外募集善款 建医院 是医药 救灾民 由于自己常宿祠堂 被人称作活菩萨 在福建米侯南港 乡邻为感恩萨佬 为他在家乡修建了萨公长寿亭 抗日战争中 萨佬以年迈之躯游历多省 宣传抗日 将受他海军二级上将并除役 1945年日本投降时 他已86岁驱逐了外务 萨佬中的安徽故里度晚年 1949年 国民政府败退海湾前 带总统立宗人亲赴福州 邀这位中国海军的起诉一亿同赴台 萨佬坚决不从 再一次 他目光如炬 选择了正确的历史方向 以九旬高龄营且放军入城 萨 工长寿亭 四 中有良美土气天开国大典上 这位历经中国海军新王的四朝元老 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 见证了真正独立站起来的新中国的诞生 1951年 当志愿军打败美帝 攻占了汉城时 这位92岁高龄的老人想起 57年前中国同样出兵就寒 却被日本打败 想起壮烈郡国的老同学丁如昌 想起轰隆炮声中沉默 的第一巨剑丁远号 悲壮西甲武 哀叹西北洋 俯新追西 半个世纪 国立建墙 四朝简历 九旬萨老壮怀难以 随即提笔赴诗 57代游如梦 举国文王袁范城 龙游潜水无四气 中有扬眉土七天 1952年4月10日 萨老韩孝儿氏 享年94岁 文献参考 陈真寿海军速将萨镇兵 福建论坛 1983年03期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